大家好 欢迎收看平定天下 我们看到从香港传来了好的消息 那就是南华早报的报道 香港政府会认真考虑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大可能 我认为在这个结果点上 它不是可能不可能 而是一定会发生 原因有这么几个 反送中运动发展到今天 已经是造成了整个社会严重的撕裂 不只是社会属于阶层的撕裂 更严重的是 普通的群众对 最应该赋予公信力的和信任的机构 比如说警察 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我们根据前段时间 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其他的一些比较中立的学习机构做的统计和文件调查可以发现 香港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达到了一个历史新定 香港警察最后当然就是香港政府 对香港政府尤其是他的领导班子 像林郑月娥 他的信任度也达到了很低的情况 我们前段时间也看到了 不管是在记者会上 记者的提问 或者是跟公民 香港市民对话的时候 香港市民的反应 可以说是他们的反应是 市民是对这个情况是非常失望的 林郑自己也把责任 承认为这是自己应该负责的责任 更严重的是 如果再真的这下去 一国两制 真的要泡汤了 再延估了后果 那就是香港台湾是一起同心 可能就会影响台湾及大陆 他们将来能够合二为一的进程 这个都是中共政府不能承受之重 不根结底 香港问题是个地方性的问题 发展上今天成为一个区域性的 国际性的问题 甚至和中美关系性挖钩 让中央很多情况下这么对动 这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不错 不不错 到了今天无法收拾的局面 再在五大诉求里面的核心议题 比如 这个流利调查委员会 如果态度在 虚语尾移 讲不清楚 或者是在 放纵中共的官媒 像情况是人民日报 文会报这样的 信口词房 把整个的香港 反送入运动 包装成一个暴动 包装成一个 暴民的狂欢 这与事实不符 也更让香港的民众看到了 在这种体制下 香港的民众 连 完整客观 向大陆的民众表达自己的诉求 和沟通的这种愿望都成为失望 那么你怎么能让香港民众 一心一意的 或者说再回到从前的甜蜜碎月 和你共和时间 和你一心一意呢 这都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里边的一些标志性事件 比如说721的元朗白衣人攻击 受众普通的群众最关心的 就是是不是里边真的有警匪勾结 甚至是警察 就是白衣人暴徒的总护台 这些事情不查清楚 片面的强调 香港的街头暴力 片面的强调 香港这个运动是港独 这个都是不能被 香港的普通民众所接受的 所以 这个 国大诉求里面的 独立地财委员会 现在就成为重中之重 这个全世界的讨论者都一样 如果不到忘不得已 他很少有人做出 前瞻性的主动示好的一个举动 既然港府有人放风给南话早报 这说明了 这个形势已经到了 他不得不让步的这个程度 那么既然这样 我们就来静心的观察一下 下面有一段时间 这个独立地财委员会 会是在什么地点 什么时间 有什么方式来实现 当然按照南话早报的报道 这个可能要到12月份以后 因为现在警察自己的调查机构 这个报告会年底出来 这里面也有一线 可能如果警察这个报告 非常的彻底 让香港的民众看到了港府调查 这个问题的诚意 那也可能会让独立地财 这个事情最后变成一个象征性的 因为这个是五大诉求之一 就是会有 但是不会是一个革命性的 或者是颠覆性的 而只是说让整个事情 和谎下来 就这个事情做一个了结 那么到底怎么样 我们还会继续观察 给大家带上最新的报道 谢谢 而且现在放出这个丰盛的时间点 非常的耐人寻味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11月24号 香港的区议会选举就要开始举行 香港的区议员啊 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 他们这个主要是负责沟通 他们所处的选区和香港政府之间的关系 做好咨询 比如说关于民生的一些议题 都会通过区议员的这个反应 来达到算通洽达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也不能说它不重要 因为它是公款养着的 香港政府专门有一笔钱 是养着的一些议员 更重要的是香港特首选举的 这个选举委员会 1200人的这个选举委员会 将来这些区议员 他是有权参选 而且他在区里做的怎么样 甚至他参选区议会的这个过程 他的施政纲领跟大众的沟通 都会成为不久之后 他们在竞选加入特首选举委员会 时候一个重要码码 那么这里面大概有四五十名 也有说法是不到100名 这些名额是可以让这些更 区的议会的这些同源去竞选的 那么这个事情 特别是在战中已经发展到 不是海送中已经发展到了五个月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香港和本地的关系 香港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 都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那么这个区议会选举就变得非常重要 11月24号 那么然后早报在这个时候放出 这个独立交易委员会可能成立的这样一个消息 它势必会产生一个设置一起的作用 那就是在11月24号之前 可以明显的看出各个候选人会怎么看待 独立交易委员会的问题 你是否赞同 将会是选民是否支持他们的一个重要指标 根据香港目前的这么一个民情 我们相信很多议员都被拿这个作文章 用来争取自己进入这个区议会 为自己将来进入选举委员会 扣平道路 那么我说的这个东西会不会实现 我们来看一位标志性的人物 那就是黄之锋同学 黄之锋前段时间在美国非常的活跃 可以说他和合运师这些香港民主派的 比较有影响力的人 在美国的运作和游说成功的 导致了美国通过了香港自由与民主法案 让香港的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分量和影响力都不可同日而语 已经成为了一个跨时代的影响中美关系 来自世界格局的这样一个大的事件 那么在结束这个事情以后 他回到香港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他正在竞选香港的区议会议员 当然受到了建制派 以及香港政府部分人士的权力的阻挠 想剥夺他竞选区议会的权力 那么作为一个连外界都盛传 他要竞选诺尔和平奖的 这样一个香港的民主人士 他为什么全力以赴的从美国合去以后 就要竞选区议会的议员 那就是要在程序上为自己战刃八景的光明正大的进入香港政坛 北京的话说要争夺香港的管制权脱贫道路 可见区议会他也是从某种印象来说 他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总结今天我们的发言 那就是在哪有早晚放出来 香港政府可能会同意独立调查以后 区议会的选举就会成为下一个阶段 香港政府以及香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它的影响非常的深远 也可能会从过去的一个橡皮涂章制的 或者说是一个民间咨询机构 变得更加能影响香港的大局 甚至影响这次香港反战中运动最后的成果 以及未来的陆港走向 到底怎么样 我们来树目以待 看看我们相信最近这个新闻的焦点 就会转到区议会的选举上来 让我们看看各位这次运动中的 各位干将的精彩表现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祝您周末愉快 也欢迎您在推特里面关注我的推特号 在YouTube里面搜索并且关注 然后随时留言 我会及时查看 根据您的意见来改进节目 谢谢